夜幕降临,走进位于贵州省贵阳市的一家盲人按摩店, 这位跟着电脑里加快语速、朗读声使用电脑工作的, 就是贵州省盲人乐队,哲尔根队长陈昌海。 哲尔根乐队共有六名成员,其中有五位是势力尚爱者。 乐队成员们白天各自忙工作,晚上相聚排练, 他们用歌声来表达自己,在音乐中收获快乐。 2011年,进入贵州圣华职业学院盲人按摩班学习的陈昌海, 遇到了同班同样热爱音乐的杨志。 客渔经常一起唱歌的他们,有了想组建乐队的想法。 为了组建乐队,陈昌海克服势力障碍,学起了乐器。 我觉得我能看得见一点,那别人都能学得会,那我也可以。 所以我就和他,就是说当时就开始玩音乐,然后就一起组乐队了。 我本来就喜欢音乐,所以说碰到了喜欢音乐的朋友, 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个人就可以成为好的伙伴。 通过努力学习不断磨合,陈昌海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组建了乐队, 并长期在学校展演。 三年校园的乐队时光,让他们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。 但毕业后,队员奔赴各地寻找工作,让这支乐队定格在2014年。 生活在继续,但陈昌海始终放不下音乐,用两年的时间来谋划和积累。 2016年,陈昌海打算开盲人按摩院,先解决自身收入问题, 然后再让乐队重建。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恩师和身边的朋友,并寻求他们的帮助。 其实最大的就是资金这块的困难,然后呢,我当时就找到我们饶院长, 还有我的很多朋友,然后我把我的这个想法给他们说了之后, 他们觉得还可以,可以做这个事。 他们认可了我,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,然后给我了很大的信心, 使我后面的路,我觉得走起来更平坦。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,陈昌海的盲人按摩院顺利开业, 一边工作,一边在街边演唱。 与此同时,他还积极联系热爱音乐的伙伴, 经过两年的努力,只要跟乐队在2018年回归。 五个人在陈昌海开的按摩室里排练了近两年。 比如说一首歌,那别人就是即便估计就可以会了, 或者一看谱,别人就懂了。 那我们几个就要不断地去听,不断地去试验。 因为我们不是学音乐出声的, 所以说这块的困难性比较大, 有可能会排上几十上百遍。 在今年年初,他们搬到了朋友免费提供的十平方米的房间, 大家自己动手装上了隔音棉等设备, 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排练室, 也新增了一名成员,乐队在朋友的帮助下成立, 队员也在日夜的相处中变得更加融洽, 他们创作的歌曲旋律也变得更加欢快。 对于我来说,甚至对于我们绝大的市场朋友来说, 音乐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伙伴。 有一句词这么唱, 这个音符它照亮了, 这个世界也照亮了我的心, 我觉得能给予我力量还有希望。 我觉得我的音乐不应该只有悲伤, 也应该有快乐, 不应该只有呐喊, 也应该有那种欢乐, 和那种就是让人能够记住, 能够一听就轻松自有自在的那种感觉, 也应该有这些东西。 如今已经有六首原创歌曲的折耳根乐队, 在未来还有一个小小心愿, 就是希望能再创作几首歌曲, 出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, 向大家展示出即使被命运遮住眼帘, 但是却依旧热爱音乐, 热爱生活的乐队故事。